我們以前整型外科 一定都會輪到這個 燒燙傷的加護病房 那這個病房很特別的意思 每天早上的9點都固定 會有傳出哀嚎聲 原因就是說 患藥的時間又到了 很痛 對... 那我們之前就遇過 就是35歲的男性 他是在化工廠做這個備料的 結果小氣爆產生 就造成這個雙手臂的嚴重躺傷 然後就到我們加護病房照顧 然後第一開始 當然就先做清窗 那其實燙傷的照顧 很辛苦的是說 每一天你都要把 對 撕下來 然後再塗上新的這個 少燙傷的藥膏 所以你會跟著那個紗布 就是在想 對 然後黏黏的那個酥 我們俗稱做蛋糕 因為你要塗上這個白色 他每天的恐懼就是換藥 對 每天的 但是這是必要之二 因為怕他的傷口感染 你要換上新的藥膏 你為什麼不給他麻醉 有... 就是打了麻醉 所以為了換藥 還有為了這個傷口的照顧 他打麻醉完 然後再請這個復健師 來做這個手部的關節的活動 可是他到病房 他都不照這個 我們手部的這個 復健去做運動 那我們手部很重要的燙傷 因為它會造成這個 然後後來他就活動 就關節就受阻了 結果到了門診之後發現 連這個拿藥室都沒辦法 因為他的關節處的皮膚 都沾默住了 所以後續還要做 第二次的這個 八痕切開 天啊 再做直體 讓他這個關節放鬆 他才可以維持這個 手部的功能 燒燙傷最麻煩的 對 真的嗎 很可怕 我們現在 我們的壽命 平均壽命越來越長 對 我們很多時候器官就不夠用 就會開始做很多器官的一些移植術 移植術非常難 但是更難的是術後 你要好好的配合醫師 吃一個叫 抗台式藥物 我那時候有一個大姐來找我要洗腎 她說 我第一次看到她 她已經在洗腎 那我都會問她說 你為什麼洗腎 她說 她的第三顆腎臟壞掉了 我說為什麼第三顆腎臟 她說 她四十歲 四十歲的時候 她就是因為減重 那不當減重 結果就吃到 結果腎臟壞掉 她就開始洗腎 可是她真的很討厭洗腎 可是她又沒有糖尿病 也沒有高血壓 她就是因為吃到藥物 吃不對了 可是腎臟壞掉 她的腎臟科醫師就跟她說 你這種是最適合換射 因為她那時候才四十幾歲 又年輕又沒有慢性病 她就去排隊 排了兩年 有一天就通知她了 要準備 等到了 那她跟我講說 她第一天她麻醉醒過來 他們都插個倒尿管 她其實她已經有兩年沒有小便 因為洗腎完之後 小便就越來越少 她說她醒過來的時候 看到她的尿袋 有小便這樣流出來 她好感動 她覺得重生了 你知道嗎 她就覺得她活過來 因為她覺得這個手術 應該是很危險的 其實腎臟移植術 危險度還好 那出院之後 反正她就定期回診 可是很不幸的 大概半年過後 她的腎功能又開始惡化 因為她不敢跟她的泌尿外科醫生 因為她的醫生 你知道我們這個腎臟移植完之後 他們要開三種那個抗排次藥 可能是 還有另外一種 比較強的抗排次藥 三種其實這類的藥毒性都蠻強的 都有一些副作用 那它什麼副作用都可以接受 可是它就是那個叫 長出鬍子 長出脾毛 然後牙齦腫 然後那是一個環包靈類的 那個會有的副作用 它剛開始剪掉一顆 到最後它就把它停掉 回去她的尿袋科醫師 那很心感 長多點毛不得好嗎 她的尿袋科醫師以為不夠 就一直幫她加劑量 其實她都沒有吃 然後後來就當然就腎臟後來又壞掉 然後又回來洗腎 其實聽到這裡我真的很想罵她 就是說妳知道腎臟這麼得來嗎 可是我擔心她離開 我就少一個病人 真的嗎 所以她是忍著 還是沒有罵她 你知道我後來我就想說 你知道我們全台灣人 每一年大概有 六七千人在等換腎 那只有兩百顆腎臟而已 那你這個 你這樣子就把它浪費掉 我就覺得真的是非常可惜 這個我跟大家講說 任何一個器官移植 移植成功 手術成功 只是一半 另外一半 你一定要好好地吃這些抗排吃藥 反正是浪費掉 對 其實那個腎臟腎遠非常的難等 就例如說 有時候我們面料科醫師常常 就是半夜接到通知說 某某醫院有人要捐出來 也是捐掉兩顆腎臟 我們可能半夜 我們就有一組團 都會過去那間醫院去 那另外一組團 都會在醫院裡面stand by 而且我們一次會叫 兩到三個候選病人 進來急診這一邊 開始抽血配對 與配對最合適的病人為主 他可以得到這一顆腎臟 那另外我們必須要告訴說 配對不是那麼合適的病人 他就會請他回家 所以其實他們也會很失落 好 那另外我要講的是 就是在我門診當中 就是有 30歲的男性 過去他的龜頭是處於 包筋的狀態 就是包皮過腸 龜頭露不出來 那從來都沒有過性行為 那好不容易他真的 交了一個女朋友了 想要開始 所以他就來我們的醫療科這邊 然後想說要做一個 割包皮的手術 對 那包皮手術其實也非常的順利 然後術後一週回診 那看起來也都恢復得相當好 當然我們一定會在術後 交代他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 術後絕對不要去喝酒 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也不要去泡溫泉 那他一週恢復得非常好 那第二週想說恢復得很順利 很開心跟朋友約一個聚餐好了 然後就會吃一些 就是麻油雞 然後就開始喝酒 那隔天早上醒來發現 它那個龜頭部分 跟那個傷口部分 腫成兩倍大 對 反正重點是會一直畫 就是會一直有濃流出來 對 那來門診的時候我也嚇了一跳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 腫成這麼大 對 然後我要找出 我原本那個傷口的縫線 我已經找不到了 因為怎麼快大到 把那個地方挽回包 那後來我就開了一個 抗生素 然後利尿劑給他 交代他說 這些東西暫時先全部都不要碰 那真的過一週回來 我就覺得非常神奇的變化 我已經快要認不出 那是他本來的 就恢復得完美如初 對... 所以他原本大小跟腫起來 大小差很多 差很多 差很多 這手 後來就守規矩了 對 後來就守規矩了 那我曾經手上有通診 三個癌症的病人 大腸癌的病人 那三個都接受手術之後 其實出來那個結果 化验結果出來都是第三期 其中兩個人他們就是很乖的 就是願意接受化療 因為化療其實 每兩個禮拜就要進來醫院打一次 所以其實要花半年的時間 把12個個案給打完 對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蠻漫長的一個過程 那其中一個他就是覺得說 我在那個病房裡面看到的 其中一個阿伯 他打完化療 病煙煙的 然後又不能上廁所 又不能怎麼樣怎麼樣子的 體力非常的差 他就不敢打 但是這一位沒有打的 這個情況之下 他拖了九個月 我真是好說歹說 拖了九個月 對 苦勸他之後 他才願意接受 因為後來在檢查的時候 他發現說 他其實已經有 轉移到感浪 好 那這樣子的治療 其實等於是說我們手術 只是做了一點點的 把原腫瘤切掉 就這樣子而已 但是其實他已經擴散了 本來就是事件 充滿了很多病 只是因為最近這個 大家都會 乎越這些慢性病 癌症這個病 它還是存在的 對 最近要到醫院怎麼辦 對不對 對 其實 對 都很辛苦 會更雪上加霜 對 現在比較深情生意不好 醫院生意也不好 不敢 就是在感虛 害怕 但寧可在家裡 拿慢性病或什麼藥 對 但是我說 我沒有這個疫情之前 而且他這些病是存在的 一直存在 那洗腎是不能躲的 這不能躲 洗腎是沒辦法躲的 對 躲不掉 躲不去 現在洗腎是真的很危險 因為他們是屬於 糖尿病高血壓 那個老年人這個族群 可是你知道他們 一個禮拜要去三次醫院 因為他們洗腎要 一三五或二四六 對 那我就跟他們講說 你要避開那個人潮的路線 不要跟那些門急診 混在一起 結果他們跟我說 洪醫師你知道 以前醫院有很多出入口 那現在為了要管制那個 他們先把他舉在一起 那大家都排隊排在一起 那反而更危險 對 台灣那個醫院管制的 真的非常的嚴重 全民的努力 加上我們節目的功德 對 跟我們沒關係 來 我們看你什麼東西 外表沒事就安全 看不見的內傷更可怕 我一個四十歲的男性 大概差不多兩個月前發生的事 他早上八九點在工地跌倒 那工地有突出的鋼筋對不對 他就跌倒趴下去 那個鋼筋是大概直徑兩公分 可是他趴下去而已 然後上來 就像蓋一個印章而已 就蓋一個印章 但是肚皮沒破 十一二點的時候 他覺得肚子越來越痛 越來越不舒 怪怪的 那肯定有問題 結果就那個 來那個急診的時候呢 就突然很奇怪 一個四十歲的男 男生壯壯的 怎麼會 結果他們急診醫師 一媽掃超音波 肚子有水 一坐電腦斷層 發現什麼 他肚皮的肌肉有裂 然後肚子裡面 積了一千cc的 不知道水還血 所以就會整我們進去開刀 結果後來進去開刀的時候 我們腹腔進去看 結果他到最後 他的被診斷的傷勢是怎樣 他跌倒這個印章 他剛剛蓋在肚皮上面對不對 結果他下面的 斷開了 然後在進肚子裡面 有一個網膜 那個油也裂開了 然後下面的小腸 前臂跟後臂整個撕裂 然後最下面的血管又裂開 也就是說 他蓋這個印章 從表皮到裡面裂了五層 對 對 那因為這個東西 你的 你一直在 他如果穿不還 可能不到五層 可是還好他有進壞就醫 因為他這個腸椅子 往外滲的時候 他會引起一個 敗血症跟休克的一個狀況 再加上他一直出血 所以他也因為他 在八個小時內去動這個手術 所以他不用切腸椅 他只要把這些破掉的地方 在副將軍下面修補起來就OK 一個禮拜後就再回虧 回去工作這樣 但是如果說反過來講 他逞英雄 或者甚至他喝一點酒 去休息 超過八個小時之後 他可能 隔天又叫不醒了 就走了 對 我剛剛 會有這種狀況 我剛剛要講 我剛剛要講這樣 有的人說我肚子痛 我吃個肚子痛 吃個肚子痛 休息一下 睡覺可能更嚴重了 怎麼拜訓什麼都來了